等我雷族获得阻气主脉的时候 那些所有的各大种族和顶尖势力 都不过只是我雷族眼中的蝼尼巴 听到雷牙的笑声 白猎也是轻轻地点点头 眼中有着坚定之意在流淌着 他们这些影视的雷族 才是这天地间的最强大种族 没有任何种族势力能够抵挡他们的力量 因为他们所修的乃是雷道 将雷道的造诣达到极致的时候 便无人能够撼动雷霆之威 所以他们为了这一次的诛天气韵之争 可是准备了数千年之久 到时便能够一举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主宰势力 而那些冥顽不灵的诸天生灵 终归是只有死路一条 唯有归顺雷族 方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 收拾收拾启程吧 接下来就是绞杀万祖域的队伍雷牙收起笑意 取代的乃是冷冽的杀意 听到他们这位雷族的领头人发话 所有人便是有效率地行动起来 很快便是有着数十道的身影 在山林中穿梭 这是一座看不见尽头的一座座大峡谷 这些峡谷极为的辽阔 万刃山壁陡峭如刀锋 直插云霄 峡谷的上空处 有着一团一望无际的雷云凝聚 巨大的雷霆 直升忽闪忽闪地从雷云中暴射而出 轰击在峡谷的山壁上 同时有着落石滚滚而下 而此时在这大峡谷中 正有着诸多元气在碰撞 狂暴的波动影的大峡谷 都是在剧烈地颤抖 那是两拨数量庞大的队伍 正在厮杀在一起 双方皆是下手狠辣之人 元气的肆虐 时不时的有着一道道重伤的身影 从天坠落 最后被那下方的河流所彻底的淹没 而这里发生激烈战斗的 正是混元天的万祖狱 和隐士五大强族之一的雷族 双方的激烈对碰 皆是没有任何的流情 大量的伤亡出现 鲜血洒落天际 直接是隐得周围的山壁上 都变得星红起来 在那战场的一处 有四道身影聚在一起 其中一人魁梧的身躯 散发着凶悍的气息 其实力已经达到 最强主宰后期大圆满的实力 但在这片刻之间 却已是与好几位同等境界的对手 攻击得吐血而退 突然虚空地波动 有着一道道光芒 裹挟着凌厉的元气 暴射而至 不过就在即将击中的那一瞬间 一道强大元气便是席卷而来 刚好是将那道阴狠的元气 给抵挡了下来 魁梧男子转头一看 勉强地笑道 乐言师姐 谢了 在魁梧男子后方 一位绝美女子的倩吟 闪现而出 他所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竟然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出阶的层次 他看了一眼魁梧男子 说道 宁武 好战也得保持一点理智 如果刚刚不是我 帮你抵挡住了这些致命的攻势 你早就死在此处了 乐言师姐 我知道了 宁武的实力 在同境界中可以 说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在对面如此多的强大对手 联手对战自己时 也会招架不住 说话间 他突然身影一动 狂暴强大的元气催动而起 直接再度将两名冲来的强大对手 给硬生生地震退而去 然后其目光 看向不远处的战场 那里 有着一名的最强 主宰巅峰出阶实力的强者 在短短片刻的时间 万祖狱已是有着数十人 伤在了他的手中 而他就是雷族的白猎 该死 此人让我来对付乐言那柳梅 微微皱起冷冷地说道 玄机乐言 将体内的元气彻底地运转 玉手一抬 便是爆发出了 极其强大的攻势 在轰击出的瞬间 直接是将虚空都是撕裂而去 那般速度之快 甚至连其他人都无法看见残疑 但是 不远处的白猎 却是在此时面色骤变 玄机他的身影 闪电般地暴退开来 虽然他暴退的速度很快 但那犀利的攻势 却是来得更快 只见其面前的虚空 阵阵波荡 一道强大的攻击 暴力而出 在其眼瞳中急速地放大 白猎剑撞无法躲避 当即一声怒吼 体内的元气 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 凝聚出强大的一掌 狠狠地拍出 只见得元气滚滚 宛如洪流奔涌 两刀力量易接触的瞬间 这片大峡谷的空间上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强大的能量冲击波 直接射入了周围的山壁上 瞬间山壁爆裂 落石便是滚滚落下 而在这对碰中 双方的攻势皆是被化解开去 看来是势均力敌的状态 宁武的目光 扫荡着大峡谷的战场 喃喃低沉道 看来乐言世界的实力 与雷族的那人实力相当 看来要陷入苦战了 这影视的雷族队伍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是过于的惊人 仅仅是片刻之间 他们万祖狱的队伍之人 竟然出现了难以抵御的局面 他们万祖狱 可是在混元天中 排名前五的强大存在 可就算如此 依旧不是雷族队伍的对手 而且这一次 他们便是感觉到 对方恐怕不会再让他们 轻易地逃走了 乐言与白猎的眼睛相互紧盯 神色变得格外的凝重 他们二人的实力 在同等境界 若是彻底对拼的话 恐怕今日的大战 将会格外的惨烈 可眼下遇到的 这种情况 就算他们拼上了性命 又能改变什么 不过只是多一具冰冷的尸体罢了 此时 乐言和宁武 皆是各自的微微抬起头来 在那大峡谷最高处的战场 那里的战斗更为的激烈 因为那里才是这场 战斗的核心处 都是双方最顶尖的战领 他们看见了处于最前方的李光 他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极其的强大 手中拿着一道起宝周身 散发出一道光缩 穿梭来穿梭去 每一道的光缩呼啸而出后 便是会有着数位大主宰强者陨落 李光乃是整个万祖域的 最后一道防线 只要他还在那里 便是能够对抗雷族的力量 李光立于半空 周身那一道道光缩来回穿梭 带着无比强大的气息 连虚空都是被划出了道道的痕迹 李光处于战场最中心的位置 自然是极容易招引来无数的围攻 不过那一道道凶悍的元气攻势 呼啸而来时 皆是会被那道金缩禁术的击破 他的面色沉明 金缩偶尔化为一道金光略出 便是会洞穿一名最强主宰强者的身躯 不过 虽说局面还算是有着僵持 因为雷族的雷牙至今都还未曾出现于战场上 在那前方 又是有着数名大主宰巅峰强者 结成阵型后 对着自己冲沙而来 剑撞 李光再度催动元气 灌入手中的奇宝当中 可怕的经缩开始化为树道 直至这些大主宰巅峰强者的身躯之上 一瞬间 这些大主宰巅峰的强者 皆是喷出一口鲜血 身影狼狈地坠落而下 砸在水面上 剑出树道水花 剑到万祖遇的这位领头人 所施展的实力 不少雷族强者 开始小心翼翼起来 不会满目地上前冲去 因为他们见识到 李光手中的那道奇宝的强大之处 而李光手中的奇宝 正是一道神器 利用神器的力量 在配合自己的强大元气之下 施展出的力量 足以震慑全场 要知道 神器的力量 有时候 就是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同时还会增幅自身的实力 雷族数位强者再度出手 爆发出强大的元气 一道道极其可怕的攻势 直接对着李光暴射而来 然后 李光依旧平静无比 催动自身的强大元气 灌入手中的神器后 瞬间射出数道经缩 强大的攻势 直接让空间都承受不住 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但是下一刻 在那些雷族强者的奇 后方 忽然有着滚滚强大的雷霆之力 席卷而来 雷霆之力 直接是与那数道经缩撞击在了一起 巨声如雷鸣般的响彻 那数道经缩 在触碰到这强大的雷霆之力时候 也比数道经缩的威力给磨灭 李光偏过头 只见得有一道人影悬浮其中 一位身躯心掌的男子 他面带温和的笑意 从他体内散发出来的雷霆波动 极其的恐怖 就连万祖狱的领头人李光 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压迫感 而他真正是雷族的领头人 雷霆 李光看清楚这道身影之后 神色变得极为的凝重 沉声道 雷霆 你终于舍得出手了 雷霆看着自己面前的李光 笑盈盈地说道 李光 我们便留你们全世 想要我们投降 简直就是做梦 我们都已经被你们追杀了几十回了 我们都能逃脱在 这一次 也是如此 李光心头微沉的出声道 这一次你们逃不了 而且 此前你们能够逃脱 是因为 我们想让你们逃 此话一出 引得李光 以及其他万祖狱的强者 都是心中微微一惊 这是什么意思 李光其实也早已经发现 其中的不对劲 为什么明明 雷族比万祖狱强大许多 为何会让其他们逃脱 可如今从雷霆口中说出的话 顿时让一直想不明白的李光心中 萌生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当然是我们故意而为之 唯的 就是把你们引到这里 你没发现这里的战场 很符合我雷族的主场吗 说着雷牙的目光 便是微微抬起 看着峡谷 之上的那巨大无比的雷云 雷云中有着非常狂暴的雷声 相互碰撞 乍响而起 而李光也是顺着雷族的目光看去 心中顿时有了答案 原来这才是雷族 真正的目的 他们所修雷道 而这里刚好有雷云凝聚 对于雷族而言 的确是主场 原来你们是故意引我们来此处 恐怕 你们还有着什么目的吧 想要杀我们很简单 不需要来这种地方 击杀我们李光的眼神 变得极为的低沉 因为心中那一道不好的预感 已经越来越浓郁了 闻言 雷牙先是一见二后 神色又开始 变化 森然的微笑道 看来你很聪明 的确击杀你们不需要什么主场 我们正在的目点 乃是将你们所有万祖狱的人 炼化成雷丹 听到雷牙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李光的眼瞳 都是微微一缩 原来雷族真正的目的 是想要将他们全部炼化成雷丹 该死 而万祖狱的其他人 也听到了雷牙所说的话 顿时他们心中都是惊骇 将他们炼化成雷丹 这些雷族的手段 还真是奇特 此时 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起来 可怕强大的元气冲天而起 你们雷族真是可无乐言 极为愤怒的声音 传荡而出 而白猎则是 阴森一笑 看你长得精致 要不做我的女人 我可以让你不死 做梦 原本就已经愤怒到极致的乐言 听到猥蝎的话语 更是直接让他再也按捺不住 催动自身的强大元气 毫不留情的 就是对着白猎猛然攻去 可怕的元气冲击波 损失弥漫着大峡谷的上空 加上这里是雷云的区域 更是让雷族之人 有着一丝增幅的现象 李光师兄 我来帮你宁武击退了一位 雷族强者之后 身影果断地出现在李光的身旁 见到宁武师弟 李光望了一眼这处战场 那充满极度血腥味的气味 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我已经助嘱咐过乐言师妹 一旦局势不对 就让他带着万祖狱的众弟子 分散逃跑 能活下来 多少就活下来多少 那你呢 李光师兄宁武的眼角 似乎已经有些湿润起来 平常他这位师兄 对他们都是极好 如今的战局 李光作为他们的大师兄 自然要背负起 保护万祖狱弟子的责任 李光则是微微一笑 拍了拍宁武的肩膀道 我当然要留下来 与雷雅那家伙 好好地站上一场了 此时可以在李光的眼中 能够看见一些肃杀之气 很显然 他是打算留下来 跟雷雅同归于尽了 毕竟万祖狱会有如今的局面 雷族的雷雅 便是罪魁祸首 宁武沉默了一下 继续说道 李光师兄 你不能死在这里 你是万祖狱这数千年来 第二个妖孽般的存在 你活着 未来的万祖狱 才能够变得更强大 至于第一个妖孽般的存在 就是数万年前的那位李纯君 如今已经成为 天元界的六尊之神之一的剑神 只不过这次的诸天气韵之争中 剑神并没有来 那是因为他们的实力 已经达到神奇境 第三序列神之位的存在 不过在瞧得李光那严肃的脸庞 继续地坚定说道 李光师兄 我也必须留下来 陪你一起战斗 不然恐怕万祖狱其他弟子 逃不了多少的 更何况那雷族的雷牙实力 已经达到最强主宰 巅峰后接 你一人恐怕不是其对手 如果我们二人联手 或许还有希望正面与之对抗 闻言 李光也是有些沉默起来 神色显得悲凉 以往的时候 李光真是在万祖狱中 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可是这一次诸天气韵之争中 则是有着更强大的对手势力皆是出现 而跟这些强大势力的领头人比起来 李光还是差了一丝 李光轻叹一声 这是没法子的法子了 万祖狱实力比雷族弱小 他们也是能够承认 这并非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事情 除非这万祖狱在未来中 能够诞生出一位真正的 立于诸天巅峰的顶尖强者 也唯有那般的强大存在 方才能够改变如今万祖狱的局面 才不会被雷族追杀之子 但是李光也明白 这种奢望不太现实了 李光再度微微抬头 望着大峡谷远处陡峭的山峰之上 在那里能够见到双方身影 不断地在激战 还有着不少万祖狱弟子的身影 跌落山壁上 还有些直接掉进下方的水面上 然后目光再度拉回雷牙的身上 双拳紧紧握紧 眼目极为的冰寒 你们雷族究竟想要做什么 你们要的高级祖狱之脉给你们 请求放过万祖狱的弟子 这也是李光第一次用这种态度语言说话 平日里他是有多么的傲气 而如今人生无常 只能委屈一下自己 请求对方能够不击杀他们万祖狱的弟子 你想必知道 我们不仅要高级祖狱之脉 还需要你们的肉体来炼制我的雷丹 你觉得我们设了那么大的局 会绕过你们吗 雷牙一脸阴沉的森然笑 看来他们雷族可不 打算放过万祖狱了 李光师兄 既然如此 我们与他们拼了此时 万祖狱的其他弟子 望着李光那抛下尊严的话 也是忍不住地开口道 雷族在与万祖狱激战 短短片刻时间 双方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不少弟子身陨这座峡谷之中 被那滚滚的河流吞没而下 李光心痛那些死去的弟子 只是此时对面雷族的步步紧逼 他也没办法完全保护好 其他万祖狱的弟子 如果接下来再度损失的话 那么万祖狱的底蕴 也会更少一点 雷牙旋即嘴角 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忘了告诉你们 把你们引到这里 不仅要用你们的肉体 炼制雷丹 还有一个原因 然后雷牙手指指了指 大峡谷的下方 那是因为这座峡谷地底深处 隐藏着一道高级阻气之脉 高级阻气之脉 此话一出 李光的心头顿时一震 他们来此前探寻到了 除了自身有一道高级阻气之脉外 又有另一道高级阻气之脉 如果他们再次获得 两道高级阻气之脉的话 对于他们整体的万祖狱来说 都是有着不少的好处 此前 他们多多少少获得了 低级和中级阻气之脉 同时让整体队伍的实力有所提升 低级阻气之脉 就非常的厉害了 那中级阻气之脉 自然也会更强 如果是高级阻气之脉 就更是了不得的存在 除了阻气阻气之脉之外 高级阻气之脉 是所有各大诸天强者 最想要获得的阻气 如果将其炼化吸收 将会提升一大截的实力 原来你们也早就知道 这里有高级阻气之脉的存在李光 忍不住的嘴角抽出道 此处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处大峡谷的高级阻气之脉 自然不会有他们万祖狱的份 此处的高级阻气之脉 隐藏得极深 寻常方法是 不可能将其逼出来 唯有将你们作为诱饵 才能主动将其诱出 雷牙的笑容高深莫测 他指着不远处血腥无比的战场 笑道 李光的面庞微微一抽 怒道 你是想要以此处的战场 又发出地灾 将那道高级之脉引诱出来 雷牙笑着点点头 如今已经将自己真正的计划说了出来 自然更不会放过这里所有万祖狱之人 雷牙 你真是好算计啊 李光捏紧拳头 微微抖动 心中却是万分的心痛 因为他们万祖狱的弟子 已经有不少的人 已经折损于此 雷牙却并没有理会 李光内心事和想法 笑盈盈地望着战场 语气轻柔 但其中所弥漫的杀意 却是引得四周的空间 都是变得颤抖起来 差不多了 该说的也说完了 动手吧 这一次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直接杀光 你们随着雷牙的手掌挥下 在其身后 又有一道道雷族强者的身影 缓缓浮现出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如潮水般的蔓延开来 将整个大峡谷 都是笼罩进去 那一瞬间 有着无数道强悍的元气 冲天而起 只见得那些雷族强者升空而起 将万祖狱的所有人 直接全部杀了把雷牙淡淡地冷笑道 玄机 那一道道雷族强者 顿时 眼睛心红地 投向了那处战场 眼中满是残酷与杀意 在他们的眼中 这些其他天狱的势力 只是任由他们宰杀的蝼蚁而已 他们雷族 才是这片天原界的真正主宰者 雷族队伍 浩浩荡荡地呼啸而出 直接是以一种极为蛮横的姿态 冲进了那处战场之中 随着更多雷族强者的加入 战场的局面 几乎是顷刻间出现了变化 万祖狱队伍瞬间溃败 一道道身影 不断地从天而降 那一幕 显得格外的凄惨无比 大峡谷中的那条奔涌的大河 都是在此时变得极为的鲜红 这些都是万祖狱 和雷族强者们的血液 流淌至河流之中 万祖狱的强者 一张张面孔 在此时显露出一丝绝望之色 更是有些人失去了勇气 情绪崩溃 更多的万祖狱弟子 接二连三地落在了大河之上 李光望着这一幕 食指握得更紧起来 他低头看向战场处 那里正是乐颜师妹与白猎 正在激烈地战斗 而李光的目光投过去的时候 乐颜师妹也将目光投射了过来 然后后者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身影消失 然后带着万祖狱的弟子 溃逃而开 但是雷族那些强者 怎么会让其逃跑 直接对着溃逃而去的万祖狱弟子 乘胜追击 然而在这个时候 若是没有人站出来断后的话 那么万祖狱的弟子 将会迎来全军覆没的结局 人流仓皇的向后分头奔逃 而李光却是一人而上 那一幕显得尤为悲壮 乐颜师妹和其他的万祖狱弟子 也是在此时红着眼眶 一些女弟子更是低气出声 热泪在眼中打转 而此时一道身影出现在李光的身后 李光师兄还有我呢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送死吧 说话的正是您 李光师兄 还有我们一些万祖狱的 大主宰实力的弟子 也是纷纷赶来 出现在了李光的身后 他们的神色决然 已经有着赴死之心 见到如此多的万祖狱弟子出现 李光没有多说什么 而后轻轻点头 万祖狱虽然是混元天前五的顶尖实力 但是雷族的强大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都明白 此时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的 不然等待他们的便是全军覆没 当然这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这样 身为万祖狱的领头人 李光率领着万祖狱的 这些最为精锐的弟子 迎向了那如潮水般 涌来的雷族众强者 而雷族的雷牙望着这一幕 有些计竅的说道 真是让人热血的樱幕啊 不过你们觉得 这种断后真的能有什么作用吗 有些动作用的 下滚的东西 下滚的项底 就行了 小春海 不像 在四字形